10个多月,再次回来 这次要拍的是 算了,先介绍一下我的部落吧 我这次进的部落是国际黑帮 因为上一次我在这边 他们让我加入了联赛 然后我就 我这次也回来跟他们一起打 这个就是我们对战到的部落 差不多有三个都是花人的部落 然后第一天我们是 输了,差两颗星 第一天也有人没有打 所以我们来看看三星的视频吧 三星的有点少 我们就不看 啊,我们就看 我们这集的视频是 从11集到12集的 三星视频 好不好 它在大约 十二点钟方向下一条 下一条龙 过后在三点钟的方向下一条雷龙 过后还 车的方向是从 这里 打算从五点进攻 直直直直直去到大本这个位置 这边还用了一个冰冻让车可以继续前进 这边他放了一个狂暴 他的援军 对面援军是一条龙和一个冰人 过后 他蓝胖和皮卡全部得到狂暴加持 所以攻击一瞬间变得很快 这次女王没有跟上去 女王跑歪了 可是他蝙蝠也进来了 应该只剩下收尾 剩下已经没有对蝙蝠可以造成威胁的东西了 法师他基本上已经被打完了 这边他再放一个狂暴给蝙蝠 瞬间秒掉这个 单头地狱塔 蝙蝠法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次还算是 打了一个算是术本的11本 就这样三星 我们再看看上面有什么 这个25号 他们是我们25号对他打出来 这个是一个 已经算是 满房的11本了 嗯 满房11本 我来看看他想打一个满房11本三星的视频 这边他放了两条雷龙清边 他车要从哪里下了 他雷龙应该跑歪了 他想他应该是想把雷龙 给他推掉这边附近啊 他又放一个皮卡来清边 雷龙这时候又下来会被防空打到 嗯 而且这里又有一颗黑炸 哦他从这个这个方向开始前进 抱歉有点好 啊放放完全部他的主力 前进下来他直接开满王的大招 哦 好带着他一群主力一往里面直直 进直往前的进去了 他们 哇这里他开了精神 因为这边很多 黑炸 黑炸还有大炸弹啊 其实我觉得到大本这边开精神比较好 因为这边又有旋风 又有这个多头地狱塔 哇他蝙蝠进场了 也没有发誓他了 所以这时候 他就是用 蝙蝠来收场 哇其实他可以不用蝙蝠来收了 因为他主力部队已经几乎都打完了 如果还是把那些药水都用在主力部队的话 主力部队应该更快打完 其实他也可以不用玩蝙蝠 其实他也可以不用玩蝙蝠 最近有一个半价升级资源的活动 不懂大家也没有好好升级自己的防御设备 三星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场 一格上面是 哦这个5号打21号 12本打12本 这个是数本的12本 他从 这个火箭应该从10本开始数了 可是他的地狱塔天鹰还有大本都没有落下 可是他还有XBO 只有两击而已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进攻 他先用一个皮卡的男王来 来清边 放在一个是在7点位置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7点位置 一个在11点位置 然后他 他放天女 准备从这边 担到直路 哦对面圆军是两条龙 过他皮卡已经清到那边去了 我还皮卡做很多事情啊 这样主力肯定跑不出去 然后那女王要被 哇还只能被骗出去了 这样子他的圆军怎么办 哦女王走回来神回头啊 这个 他女王开始在碰龙 碰龙了 他还放毒药来 减慢龙的速度 过后他上面已经 开始放蝙蝠法术在这个单头地狱塔的位置 单头地狱塔是无法灼烧到这么多蝙蝠法术了 所以建议在在地狱塔 已经到4级的 之后 就可以使用多头 这样子蝙蝠法术就无从发挥 过后这边他女王已经 开始解决掉天宁了 他这个术本的人 他生了天宁还有大本 可是他天宁和大本放在同一个位置 这样子就很不好 因为只要人家打到这两个东西 其他就 没有那么疼 因为他还是三个单头地狱塔 所以说如果大家 是术本的话 我建议是可以把大本和天宁相聚的越远越好 这样子不会两个一起同时被解决 你看这个 他就用很少的兵力 去解决这个天宁和大本 然后他就开始放他主力 在这个 十二点钟方向 可是他对面女王没有被处理到 可是皮卡进去砍一刀 那女王就 GG.com 来我们看 这边 这边女王被 哦 女王开大 因为单头地狱塔锁定了哈 然后开大秒掉单头地狱塔 这边稳稳的 三星 大家术本的话 想不被三星的话 一定要很注意阵型 如果你是满方的话 你放一 放普通阵型也可以防守到很多 人 我们接下来再看其他三星视频 哦 这九号 对号打出来的三星 这个算是十二本后期 可是他的地狱塔 没有胜满 他这个 这个阵型特别有想法 这个阵型应该是防狗球 就会防到很好 他地狱塔也放到很闪 不会全部集中在一起 可是这次 这个人还是用了蝙蝠法术 他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打吧 在三点钟方向放一条雷龙青边 过他在十二点钟方向也放了一条雷龙青边 他还是想从这里进吧 因为这边有个洞 我还真的是被我说中 对面援军是女巫还有弓箭手 还有一个三女巫加三弓箭手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阵型 连电龙都会觉得很麻烦 这边有点卡 对面的天鹰已经开了 然后他也开始守护着无敌模式 其实也可以不用这样找开 有可能他是怕天鹰的伤害太高 过他皮卡走歪 这个走歪 这个走歪非常好 因为可以继续清掉上面的边 兵力不会再被引出去 然后他来到中间 那兵人就炸开了 过后就兵住周围所有东西 过后女王拼命的输出这大本 过后幸好大本没有开动 不然男胖就会跑进去 然后女王再继续输出这边附近了 然后他蝙蝠法术就从上面下来了 因为他的五个法师都在上面 所以他只要解决到上面 蝙蝠法术就可以无伤进 轻松的秒掉这些东西 只要冰住这个多头地狱塔 基本上已经没有东西伤得到 可是他带的蝙蝠法术有点少 可是还是轻松的拿下了这场三星的胜局 他女王大招都还没开 这大神真的不一般 稳稳三星 稳稳三星 我们这边这次出很多个异星 这个是 应该说那些12本都没有技术 要这么说一下 你看对面是 满房的12本 我们废话不多说 看他怎么打 他先用一个球来探陷阱 过后再放飞龙 来放电龙来清边 这球探陷阱非常重要 这样子如果有黑炸的话 是伤不到雷龙了 过后他在三点钟 方向就开始放下他的 男王 来清掉这个女王 顺便来断边 挂他的雷龙也做了非常多事 然后这个人呢 他的防空火箭放得有点里面了 所以外面很大的 很大的边都可以用雷龙来解决 哇他男王清到里面去 还把援军引出来了 真是非常好 而且有点吵 他放毒药在这个女巫的必经之地 解决到援军之后 好开始放他的阻力了 不然时间要不够 抱歉感觉有点事 我们继续观看 这边天音已经开启了 他的阻力也进来了 他打算从这边直直进入 毕竟那边进入太多火力了 有可能车无法到 无法进到大本位置 他女王开大 过后他车也是进到中心位置了 可是这次的 那个天音还有多头地狱塔 哇他开无敌了 这边火力确实很猛 所以要开无敌 看到这三级天音多猛了吧 这个 这满级皮卡 三级天音很像 只要五发就能解决 到这边就是首尾了 过后他有一罐补命药水没有丢 他还是忘记丢 哇星际雷塔 幸好星际雷塔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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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星视频很少 只有几个 所以有些主播 部落啊 是很有实力的 可是有些 部落就 不要看他很像14级部落啊 15级部落啊 有些还是没有实力的 今天讲述就说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我们将会介绍雷龙球的打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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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